当你看到这两个图片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家酒店的大堂 这位老人像不像帮我们办check-in的大堂经理 而这一边像不像一个卖奢侈品包包的商店 这里有销售 这里有顾客 但其实并不是 这是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一家离岸走资银行 Sapple Bank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真正的金融科技创新的企业 非常的强大 它能帮助我们离岸资金 离岸投资 打通任督二脉 去构建一个非常有核心竞争力的离岸资金的枢纽 可以让我们的资金 无缝的去连接很多的通道 我非常看好它这一家公司的前景吧 当然也有它的风险所在 后面视频中我也会注意的和大家去讲解介绍 那么这个视频我会分为三个部分和大家去聊一聊关于Zapple Bank的一个情况 其次呢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Zapple Bank如何去多维度的走资的思路 如何利用它使用好它 第三个呢就是在整一个注册的过程中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避坑的东西 如果你也是关注离岸走资投资相关的话题 欢迎评论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走资不孤独 Zapple Bank呢是一家隶属于英国的直不骆驼所在的一家离岸银行啊 那么直不骆驼和英国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关系的 就有一点像我们中国大陆啊和这个海南自贸区或者说南海的这么一个关系 它并不在CBD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中就是他们Zapple Bank的一个总部啊 一点都不像比如说香港中环呢上海陆家嘴那么的富丽堂皇啊 那么其实它呢是通过二战一个废旧的军营改造升级而成的啊 也同时呢也是一样具有合法牌照的一家银行 那么也是受英国政府还有这个欧盟经济区的管辖 同时它也提供了十万欧元的存款保障 可以说一家创新银行 通过十年的努力啊 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还是相当的令人敬佩 那么从它的这个外墙也可以看得到英伦峰十足啊 很有小资的味道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吸引力还是蛮强大的 它呢有两张牌照了 一个就是银行的牌照 那么提供的是十万欧元的存款保障 第二个牌照呢 就是虚拟资产的这么一个牌照啊 它就是提供这个比特币的存放 它也是以这个比特币存放起家的啊 打出名堂的一家企业 那么它的这个比特币存放呢 非常的有意思啊 在一个深山里面啊 有无数多的这个服务器 并且呢是不连通网络的 也就是做到了真正的冷钱包 或者说冷保险柜吧 所以资产相当安全的话 就获得了非常多资金啊资本啊 风头的青睐 这一位呢就是他们的创始人啊 CEO是一位阿根廷人 那么通过他的采访中可以了解到 阿根廷的货币也是一样啊 跟着阿根廷的经济走 那么这位兄弟呢 由于自己的财富被这个国运牵扯 那么一气之下就创立了资本本啊 所以也是和我们关注离岸组织的人 有他的相同的难处吧 这个呢就是英国的版图 还有就是Zepo Ben 这个直播骆驼的地理位置 其实说实话 与其说他是英属的 还不如说他就是一家西班牙的银行吧 因为他基本上就在西班牙的这个边境之内 他的使命非常有意思啊 他的使命是唯一一个的 对吧 one singular purpose 就是保护和增长我们会员的财富 同时呢 他不会用我们的这个资金去做一些出借啊 或者说发放贷款啊 房贷啊 这些业务 所以如果从商业模式角度上去看的话 这家银行就不会存在 像硅谷银行啊 或者签字银行啊 雷曼银行啊 通过一些房地产 放贷相关的业务而发生爆雷 他风险相对小一点 当然规模呢 也相对小一些 那么目前存放在三部门的比特币还有这个呃美元都是有这个定存的收入的啊 比特币有1%的年化 然后呃美元是有4.1%的年化 当然他这个是活期啊 其次呢 他还提供了金属的借记卡的服务 那么大家申请完账户之后都可以去申请刷刷卡呢 也有1.1%的这个返线 还是挺漂亮的 我看了一下啊 然后就是他的最重要的内容了 就关于他怎么走资啊 他的走资可以说打通了非常多原来我们走不通的路吧 构建了一个很好的隧道或者说叫桥梁 大家一般啊 手头上都是有人命币嘛 是吧 那么通过购汇的形式 或者说你人肉搬运的形式 或者通过币安啊 欧益啊 这一类这个交易所的形式 那么你可以兑换到不同的货币啊 比如美元欧元 英镑 比特币啊 法币USDT等 那么这一些资金呢 都可以直接转入到ZipoBank里面 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传统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了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 哎呀某些银行又不接受那个货币 或者说某一些银行接受其他的货币的时候 又有转换费啊 或者手续费啊 最最难的就是说 虚拟资产虚拟货币的时候 很多银行是不接受的 一接受了你还得知道吧 被关户被封控 那么ZipoBank就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桥梁 让我们没有这个障碍了 它是基本上全都是能接收的 其次通过他啊 因为也是一个正规的持牌银行机构 那么你可以将你的资金啊 转移到不同地区的银行啊 非CRS的地区的银行 美国银行啊之类的 然后还可以这个入金美股的券商啊 或者说这个呃呃香港的券商啊 同时呢还可以入金到WISE啊 呃PayPal啊之类的这个银行 所以说整一个流通的资金呢 呃非常的通上 在以前没有ZipoBank的时候 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难点 那么呢我们就接下来进入到他的注册的环节吧 呃打开网站也可以 我刚开始是打开网站 大家可以一样的在网站上面 点击这个Become a member 成为他的会员 然后看了他这个相当于一个介绍之外吧 基本上大家都介绍清楚了 那客服这个72小时的还挺好 然后点击Get Start 填写你的这个姓名啊 还有这个邮箱啊 啊这里有一个邀请码 到时候我放在视频的下方 欢迎大家使用 方便加速提高这个通过率啊 然后输入你的大陆的手机号码 那当然你有外国的手机号码也可以输入 接收短信可能更加没障碍 中国是可以收到的 放心 选择你居住的地方 中国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你的目的啊 加入的目的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是多选题来的吧 你都可以勾选了 to protect life saving wealthy 一般就这个就行了 保护你的资产和财富 然后选择你不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 然后打开手机啊 对了要提前下载一下 他的这个APP啊 然后就是扫码 扫码进来之后呢 就会让你提交这个护照啊 点击continue 然后会给你的护照拍照啊 打开你的相机 点击open camera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人的指示啊 左右摇头啊之类的呀 去进行一个视频的录制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眼镜啊 什么的脱掉 我刚开始就是戴着眼镜 所以搞了好几次没搞过 随后进入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就不要去关闭了 就等待就行了 一般就是几十秒啊 十几秒就通过了 通过之后 这里就填写你自己的税务信息 选择你的这个税务国 一般都是中国 这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啊 点击继续 这里填写啊 你的这个雇佣的信息啊 那么你雇佣的地方在哪里啊 也是一样填写中国了 那么然后什么行业 是吧 大家根据自己的工作的情况去填写 然后可以在起查查上面 然后查到你的英文公司的名字啊 然后填写进去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收入 收入这里面呢 呃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钱吧 但是呢 适度的包装就好啊 然后换算成美元 记得 还有就是你的工作的状态 你是自雇呢 还是受雇呢 是吧 还有就是你的总资产 净资产啊 换算成美元是多少 比如说你是有房的 那么你自己大概是吧 再折算一下啊 包装一下 换算成美元就行了 这里问你啊 是不是这个党员 是不是贪官啊 你说是也不告诉你 那你就选no吧 对吧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认证的时间了 大概需要2448个工作小时 他是这么说 其实说白点 也是周六日 他是不上班的啊 那么在等待过程中呢 一般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实在是遇到有问题 你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这个小人头 他是一个客服 点击客服的话 我反正都聊过啊 因为我的这个信息登记的是香港的 所以我的审核可能会比你们中国大陆的 还会慢一些些啊 然后你可以挑这一位客服啊 这个好像好像是可以讲中文的 对 他可以讲中文 然后但其实我感觉他也是翻译过来的了 所以在验证的过程中 我现在我也还没有拿到卡 也还没有审核通过 那么下一期视频 我也会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实际使用的 我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所以总的来讲 这个赛布办啊 依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走资枢纽 我认为是值得申请和注册的 但是呢 他有他的一个缺陷所在 就是150美元的年费啊 如果你的资金量不大 如果你不是经常需要走资 那么暂时不要办 因为他只有前三个月是免费的 当你需要办的时候再去办 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风险 就好像加薪理财的卡 他突然停了啊 突然不接受中国人办了 那如果你比较害怕 担心发生这种情况 那你提前办了 然后去承受或者负担这个150美金 相当于每个月 也就就就就就100块的年月费 我觉得还是划算的 然后真的要注册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控呢 一定会很严的 你别看他这么容易进去 那么实际风控严 一定要用真实资料 那么你如果对于150美金的年费 没有压力 那么你就现在就可以注册了 那么他提现呢 现在呢 好像还是有个2%的这个提现费 货币转换费的 还不是特别的划算 他不如像这个加薪理财这样子 其次他是一家新机构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都存在的 所以你在里面存放的资金 不能像传统银行一样 放的太多 避免它是吧 有发生危机的时候 同时呢 他也是可以绑定支付宝的 也是一种实现资金回国的 一个方式之一 好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 关于拍ZepoBand的视频的教程 那么如果你能看到这里 请为我的视频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价值 好 有什么问题 我们评论区持续沟通 中文字幕是否创作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